這是在您關心中台渡蘇瑞的是步步進逼來臺灣了 那麼氣象局在今天晚間八點半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 那麼由於呢他在二十七號二十六號 將會是最靠近臺灣的時候 就是周三周四了 越估可能會在臺灣的東半部南部地區是帶來強風好雨 不過越估呢這個二十五號呢 就是明天了臺灣的西半部會先出現焚風 所以要注意高溫的出現 陽光獨辣辣二十四號各地飆高溫 但颱風杜蘇瑞已經朝臺灣逼近增強為中度颱風 強度以及暴風半徑都持續擴大 氣象局也在二十四號晚上八點半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我們預計未來一天這個颱風會以西北轉北北溪的方向 逐漸的往旅送到東北半的近海前進 暴風圈將逐漸的構到我們的巴士海峽 因此氣象局針對巴士海峽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依照颱風陸境預測圖 杜蘇瑞颱風在二十六和二十七號 逐漸從巴士海峽進入臺灣西南部近海 預計二十八號進到中國大陸 將為臺灣的東半部南部地區 以及澎湖金門帶來強風豪雨 二十七號將會是雨是最大的時候 全台各地可能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出現 這當中又以東半部以及南部地區的降雨是比較明顯 其中在台東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豪雨發生 杜蘇瑞的路徑詭譎但仍有機會成為四年來第一個登陸的颱風 目前杜蘇瑞持續長胖 七景的暴風半徑來到兩百八十公里 不過預計二十五號臺灣西半部會先出現焚風 需要注意高溫出現 因為颱風中心會經過臺灣海峽南部 所以對於澎湖跟金門的強風跟豪雨也是有可能帶來的狀態 所以在二十七號到二十八號這一段時間 澎湖跟金門的朋友要特別留意颱風的最新動態 杜蘇瑞來勢洶洶 全台各地恐怕都會迎來狂風作雨 威脅性不容小覷 防災措施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記得綜合報導